拍手好吵 英国大学学生会禁止学生拍手欢呼 一所学校的学生会下令禁止学生拍手 呐喊或者欢呼 取而代之的是 爵士乐手的挥手手势 BBC报道 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代表投票决定 为了尊重英国听障人士 以摇动双手的爵士乐手手势 来取代拍手这个吵杂的动作 要说鼓掌引发学生自闭症 身心敏感 或耳朵不适 也就算了 但是等一下 拍手会困扰聋人吗 未来在辩论 小组讨论和演讲这种热闹的活动中 学生就不用再受到鼓掌的刺耳声影响了 动议者兼学生会成员Sara Kahn表示 她认为鼓掌这个动作 常拦阻人们发言行动等等 Kahn说 我认为很多时候 即使是议会辩论中 我也看到人们鼓掌 交头接耳交谈 喋喋不休 大声喧哗 反而是鼓励造成一种不尊重的氛围 Kahn表示 学生会是希望能够更具包容性 才做此决策 小编倒想问一下 那盲人同学怎么办呢 他们应该会觉得被边缘了吧 真不知道这些学生毕业以后 要怎么面对社会 大概也是挥挥他们的爵士乐手手势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吧 别忘记 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应该玩的 不再感谢 幸福 食用 时间 垂木 小编 超 十六 小编 剑 碎 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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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小编 小编